中国艳于所谓 内行的看门道 外行的看热闹 一般凡夫是看热闹 他不能成就 内行人看门道学会了 宇宙什么时候发生的 当下一年 没有先后啊 这个说法 真难懂 但是我们今天 不能不感谢 近代的这些科学家 特别是量子力学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了 量子科学里面所说的 跟实学门非常相似 说差的呢 他没有讲到信 没讲到自信 除这个之外 我们讲大臣教里面的 法相为实种 唯一是的这些大死 你看看他口气 唯一是唯独 宇宙之间有什么 只有实 除实之外 什么都没有 为实 实是什么 实是能变 一些万法呢 万法是锁变 能锁不二 能锁是一 锁变是假的 能锁是真的 所以他讲唯实 唯实就是阿赖耶的三西相 科学家发现 夜相 夜相就是波动的现象 能量 转向 转向就是信息 八个识 五十亿个星宿 通通都有信息 境界相 境界相是物质 心无 夜云 不能分离 就像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谈指之间 就有三十二亿 百千年 那就是能量 念念 成行 行界 有始 这今天 量子理学 证明 证明了 这不是假的 而罚向中 比他讲的更清楚 讲的更明白 这 这 转阿赖耶 成大元 见智 那就结性 转八十 成四智 如果 量子理学家 要懂得 转八十 成四智 那他就 折腹了 这些人聪明 这些人一 接触佛法 那可了不起了 可是 转 转就得放下 放下 烦恼账 放下 所知账 才能 见信 也就是说 才能入 华严金界 这是 入华严金界 就是明信 见信 见信之后 你就能信 妙色神 不是你有心 有意见 也不是你 无心 无意见 跟你说 有心有意 无心无意 都不行 都信不出来 为什么呢 有无是对立的 你还在溜达 有无是染罚 不是禁罚 一定要在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是真的 真心 自信 圆满的泄露 那个时候 你所信的 妙色神 怎么信的呢 因众生之所感 众生有感 你就能信 如果我们真的 懂得 懂得这个原理了 知道这个 四十真相 给主 说 我们的心 就定了 心 这忘心 不再 浮动了 一般人 常讲 幸福 起早 你的心定 你的气 就合了 你跟一切 住法呢 就华严经 你们所说的 你已经 处在 无障碍的 法界里面 得大自在 现在正 现在正 身体还在这个世界 能不能得自在 能 确实得自在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 表演的 这实现的 三十岁 正 正 正 得他 那一天之后 是 显示 他的 见解 四十九年 讲经教学 那是表演 给我们看的 教给我们 凡夫 一身 成福 他做出 给我们看 表演 给我们看 我们看懂了 看明白了 学他 那个方法 我们也 能成就 有个例子吗 有 很多 你在大赞经里面 看看 高僧传 出家人 成就 参禅的 大车大悟 学教的 大开元节 念佛的 礼仪心不乱 跟 社加坟 那时候 真的 没有点 一样 凡夫 看不出来 华言 今 当机 是种 末后一种 叫大兴 凡夫 这种人 能看出来 什么是大兴 真正 发菩提心 的反复 菩提心 是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这十个字 他都做到了 他能看出来 中国 言于所谓 内行的 看门道 外行的 看热闹 一般 凡夫是 看热闹 他不能成就 内行人 看门道 学会了 所以在家的 你看成就 有多少人 出家的 在家的 圆满 陈就 不容易 陈就 有三等 放下 尽私烦恼 华严经上 讲的 知主 正放下了 成 正就 这是最下跌的 再放下 分别 与世出世间 一切法 不分别了 他得到的是 正等 正就 我们这个 经体上 平等 性质 他真的了 菩萨了 最后 能够把 起心动念 放下 这望向 不起心 不动念 他成就了 无上 正等 正就 菩萨 中国大臣 八个宗 无论修学 哪个宗 哪个外 方法不一样 方向目标 完全相同 所以说 发门 平等 无由 高下了 总在 你真的 看破了 真的放下了 你就真的了 我们自己 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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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 自己 能不能做到 不能做到 我们就 我们就实心 踏地 跟定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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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认真 要认真